你知道現在黑道 你看韓國瑜 明明人家在開玩笑 在講一個幽默的話 他們也把它當真來處理 就是硬是要黑你 我們來看看他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看到各位鄉親 真的很感動 尤其這支麥克風 可以講得出聲音出來 更感動 終於有一支麥克風 終於有一支麥克風 可以講出聲音來了 我在說 等一下再跑一個宮廟 如果那個麥克風 還是講不出話來 我就懷疑是民進黨 才動手腳 在戒嚴時代 我們從政的人 常常被國民黨 用小手段 來讓我們麥克風消音 甚至於電線剪斷 那現在已經進入民主時代 民主開放 都可以開直播了 韓國瑜還留在戒嚴的時代 戒嚴心態 實在很不足取 還是你 國家機器絕對不會做他再說的 這些事情 我們行政院書院長也說 國家機器很忙 我是韓市長 講國正之前 倒是要先把市政做好 我覺得韓國瑜 很擺眠在開玩笑 你們兩位一個行政院長 一個總統 他們還震驚八百人在回答 你們這麼震驚八百人 你們到底是在回應誰 我也搞不太清楚 拜託 有一點點幽默感情嗎 但是其實就是韓國瑜這邊 公布了他的國政顧問團 這國政顧問團 先公布了100位名單 當然很多都是非常 資深的學者 然後社會的精英 但是還有另外100個沒有公布 為什麼沒公布 因為我們的張善政 前行政院長就講 因為怕被國家機器監控 已經出現韓纏效益 除非你蔡英文敢去廟裡頭發誓 說你從來沒有用國家機器監控 不然的話 我們不敢隨便公布 這100個人的姓名 韓國瑜也說 韓總統有沒有用國家機器打壓 大家都了然於胸 他們不願曝光 這是他們的經驗法則 值得我們來注意 實際上 我跟你講 打壓現在已經開始 比如說有一個 專業車評廖宜成 他加入了國政顧問團 馬上就有網友去留言 什麼加入習航友團隊幹嘛 加入垃圾魚說 那個醫師進來說 鄭仁傑老師你錯了 老師請你醒醒 回頭施案 甚至政大教授江明修 他說他自己發現 被列明其中相當驚訝 然後好像一副 他根本沒主動 是莫名其妙被列進去 但他說他因為他有無關藍綠 所以他被列明在頭 他也不在乎 但是問題是張善政就講 其實我明明找人溝通過 江明修同意才列上去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有點羅生門 這個我覺得要確認 如果江明修真的不願意列 那就不要列他 如果他真的願意 我覺得江明修恐怕 是不是因為受到什麼壓力 所以他不敢明講 是不是因為這樣 我們就不了解 我覺得這個要去釐清 有話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韓國瑜現在公布了第一波的 百人國政顧問團的名單 但是有另外一百人 他們不願意曝光 因為最主要一點 當然就是怕受到一些影響 可是蔡政府卻說 現在國家機器忙著在照顧人民 蘇貞昌就馬上說了 現在韓國瑜你還留在 那戒嚴的時期 可是你還記得當時在民進黨的 這個總統黨內初選的時候 賴清德就說 國家機器干預那初選 還抱怨蔡振英的人 派了人隨時隨地在跟蹤 這個賴清德 但現在韓國瑜遇到的 是不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我也不講韓國瑜 因為民進黨說 你身為總統候選人 你不能這樣指控國家機器 那我講兩個 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先講柯文哲好了 柯文哲要不要參選2020 他不是找了40幾個人 寫國政白皮書嗎 我就舉兩個 一個叫做林嘉誠 現在林嘉誠退出了 受到壓力退出了 還有一個是劉俊秀 交通大學的教授 他也退出了 還有他不是找了40幾個 至少30幾個接到關切電話 希望你們不要幫助柯文哲 第二個 問問柯文哲跟郭台銘 我就講郭台銘的故事 他們兩個人 為什麼要秘密會面 原因非常簡單 他為什麼不用電話 按蘇貞昌跟蔡英文他們講 這個電話聯繫非常方便 可是各位曉不曉得 無論是柯文哲 無論是郭台銘 他們兩個談事情 從來不在電話裡面談 因為電話會被監聽 他們為什麼不從電話裡面談 非要私下會面 那私下會面的幾個地方 大家通通不知道 對不對 幾月幾號 如果不是那我朋友 他把幾月幾號 幾月幾號 跟誰見面談些事情 他傳給我 我還不知道 他們兩個已經見了面 他就是怕你 然後第三個 問問蔡英文 你在總統府內 還有情緒單位裡面 有沒有一個語情收集小組 這個語情收集小組 是每一天韓國瑜要拜會誰 他的顧問團的名單那是誰 柯文哲到什麼地方去 他見了什麼人 然後那你郭台銘要不要參選 他為什麼要參選 他為什麼不參選 相關單位都要寫報告的 那請問這個難道不是 國家機器在監控嗎 郭台銘 柯文哲 他們都受到同等待遇 那請問韓國瑜受的是 什麼樣的待遇 難怪他的國政顧問團 不願意名單公佈 那現在也是更變本加厲 我這邊我透露一個訊息 民進黨的運作之下 美國的AIT 至少問了國民黨的高層 還有袁之兄的老闆朱立倫 會不會換住2.0 他直接了斷問 直接了斷問 美國都在問這件事了 他都在 他說如果真是換住2.0的話 那請問是在什麼時候換 那這一些難道不是民進黨在運作 動用國家機器在那個運作嗎 對不對 國民黨從來沒有講過 我要換住2.0 那為什麼AIT 甚至於日本交流協會 都很關注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它說明了一個事實 我們國家機器的啟動 它主要在於說 我不管是誰參選 我蔡英文必然要連任 但袁之我們可以注意到 蔡總統跟蘇院長都說 國家機器很忙 沒有時間去搞韓國瑜 可是我們看著 那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侯友宜對上了蘇貞昌的時候 那個時候 東廠的促轉會的 張天氣他講了什麼 他可能說你看侯友宜 這個如果沒有操作 很可惜 影射的殺傷力最強 看來這綠營的東廠國家機器 怎麼可能會放過韓國瑜 當然不會放過 現在就一直針對韓國瑜 蔡英文跟蘇貞昌講說 國家機器很忙 我相信 因為他們忙著要進口 走私免費的免費菸 109條香菸 109條很忙 還有很多精品 對 很多前置作業 但是有沒有針對韓國瑜 當然有沒有也沒有人相信 我們講去年 回顧一下促轉會的事情 多誇張 在促轉會裡面 召開臨時的會議 然後大家說要討論什麼 東歐的除購法 說要針對威權時代的 直把人員 結果一扯就扯到侯友宜 說這個選舉沒有操作 很可惜 然後還講說 我們這個除購法要講說 投侯友宜就等於投污購一票 甚至於還說 就用間接影射的就好了 這樣子殺傷力最強 然後他們連後面的劇本都想好了 他說如果立把委員 要配合作秀的話 我們還可以借他們好神托 讓他們去送托把 所以這個國家機器 領納稅人的錢 在政府機關裡面開會 結果在做東廠的事 所以整個民進黨政府 都在破壞中糧 效忠蔡英文 總統 效忠蔡英文大皇帝 你說這樣子一個惡習 會不會延燒到現在 當然會 我們看從上到下 現在總統府的祕書長陳菊 陳菊現在的子弟兵 一個引力 前文化局長現在在幹嘛 發起罷韓的運動 然後另外他的六曉福議員 哪一個不是一直在針對韓國瑜 還有一個是林志宏議員 奇怪了 就是由他收到一張韓國瑜 去巴黎島打麻將的照片 韓國瑜剛上任的時候 去新加坡 去吉隆坡 宣傳高雄的農測產品 結果我們農委會幹嘛 拿著小牙籤 一直在戳韓國瑜的屁股 一直戳到後腿 然後韓國瑜在香港進了中聯辦 我們陸委會的主委陳明通 跳出來罵他說這樣就是賣台 結果陳明通被抓到 自己跟中聯辦的人見過面 這些都不是國家機器嗎 哪一個不是國家機器 再來我們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說他很忙 沒有空去搞韓國瑜 我問蘇貞昌 韓國瑜很恭恭敬敬 客客氣氣的 到你行政院院會 去跟你爭取五項計畫的預算 你怎麼對人家 拿這個機器去拍人家 然後去撿韓國瑜低頭沉思的畫面 把它營造成在行政院院會打混 然後高雄發生登革樂事情 行政院怎麼對高雄 一副就是 你不乖 我就不給你錢 你公文一定要寫得很快 我才願意給你錢 甚至於高雄發生登革樂 我們的蘇貞昌 還有蔡英文總統 還有我們的徐國勇 部長三個人 還有發言人 在那邊說 都是因為韓市長跑選舉 所以我們他們才得這個了 這些都不是用國家機器 在選舉之時嗎 所以民進黨你說 你沒有用國家機器 去搞韓國瑜 誰會相信 國民黨的你真的 給人家討論 你真的給人家討論 這將時 大家就已經都 想要換出二點人 這些人 心存期待這些人 我跟你說你頭部打贏了 要怎麼換出二點人 但是當中央你也要想 728 韓國瑜收到提名之後 是不是加這些立委好選舉 是不是都有全國過程 總統說你是不是想要 扣掉這些人 先把雙方掌握起來 已經定義一尊 選舉也還存145天 你這裡立法委 都沒在選舉 都沒在接続調校 都沒在拚 你這裡沒去政策選舉 讓我們說國民黨就是這樣 大家都站出來 看板都站出來 是不是要有提名的選舉 跟總統好選舉 做一個站起來跟總民選舉 國民黨沒有做就這做而已 其他人有什麼生活 跟他看我們也不用管他 我們管理也沒辦法 擔心你如果是不改變 你擔心是假的擔心 你自己做得到的 你自己做得到 你自己去衝自己去拚 把人做得到的事情 你把煩惱他也是一樣 就像我們在說出行運 結果他自動是對韓國到好 他就不了 他就不了 你怎麼說他也是不了 他就死他不了 跟真正是像PCCV韓國 這個情形就是我要說 我要表達 國民黨你不要重蹈覆策 經過2000年 新票案的孫兼 2006年 這個煩主的孫兼 你真的要得到咳粉 所有的我們的台灣的鄉親 對你要有一個期待 希望你改國民黨 可以改變未來 你怎麼知道 這些人為出你這拜批 我不相信你怎麼沒遇到 你自己本身就是亂了 我是怎麼要天氣 我天氣要天氣 天氣要天氣要天氣